你開咪啊,劉兄,你沒開咪? 你那邊沒開咪? 劉兄,你聽不聽到? 你還沒開咪? 劉兄,你沒開咪? 我們探討一下保禄和瑞拉在獄中其妙,獲釋這個時跡 上兩個星期我們探討了中途和伯多禄的獄釋放的奇跡 我們看保禄和瑞拉,我們先看看背景 保禄和巴爾納伯一起離開耶路撒冷 將天主的道傳到外地,建立了教會 在很多地區裡建立了教會 保禄在計劃裡本來就是和巴爾納伯一起探訪他們先年所建立的教會 但是呢,因為有些事故,保禄和巴爾納伯分開了 他們本來就是一起保禄原本的計劃就是去鞏固他們建立教會那些信眾的信德 但是因為一些緣故,他們就分開了 就產生了不同的意見 兩人就分道揚標 在《中途大使律》15章37-39節說了 這個分手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第一方面就是基督徒之間產生了問題,導致了分裂 但是他們的分裂呢 在一個正面的信息來看 他們的分裂雖然意見不同 但是他們是互相不排擠的 另一方面,也可以說 兩個傳導的人 各自領他們的培育者一起去傳導 也可以是一個承傳的使命 其實我們都應該想想 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有沒有培育到我們的接班人 或者我們是不是經常都站在一個位置 讓接班人呢? 或者我們會不會根本就不想培育呢? 或者我們也可以想想 我們自己願不願意擔起這個擔子呢? 這個也是我們的一個考慮的因素 保禄就選擇了悉拉 作為他的新拍檔 悉拉就是耶路撒冷的領導人之一 兩個人在一起就開始傳教的旅程 這次在獄中就是第二次傳教 保禄第二次傳教旅程的其中一部分 他們的旅程就是由聖神國帶領的 我們稍後去探討一下 去到馬其頓的菲利伯 菲利伯就是位於羅馬大陸上面 在這條大陸上面就是由東土耳其 東部的土耳其軍事坦丁堡 一直到亞德里亞海的東岸 然後再坐船去到意大利的布隆獨式亞海港 接駁亞公路直到羅馬 所以就是說條條大陸通羅馬 其實就是指這個由 這個羅馬大道一直到羅馬 經過一些地方 然後坐船去到亞特亞公路 直到羅馬 當時是羅馬的殖民地 由羅馬的官員管理 執行羅馬的法律 市民享有意大利權利 這也是受於地方城市最高的榮譽 因此市民就以羅馬人的稱號而自號 但是菲利伯的政務就是住在德薩諾尼的總督所管治的 我們就看看中途大事録的第一至五章 保禄來到德爾貝和呂斯特勒 那裏有個門徒叫做蒂茂德 保禄和巴爾拉伯分手之後 悉拉經過敘利亞 基里基亞 探訪了各地的教會 然後來到德爾貝和呂斯特勒 在那裏有個好朋友叫蒂茂德 他是歸於基督的人 並且是基督的門徒 他的媽媽就是猶太人 爸爸就是希臘人 有學者認為 他弟貌德是生於混合的婚姻 在武系社會之下 他是屬於猶太人 所以帶他去割選禮 因為在第十五章 曾經說過 外邦人是不再需要受到割選禮的 在第十二章 是了,那就講到 首先第十 在第十五章 中途會議說了外邦人不需要受割選禮 但是因為 阿蒂茂德就是猶太人 所以帶了他去割選禮 然後 保禄和蒂茂德和息拉一起去全教 在六至十節 講述他們離開之後 由於聖神 和耶穌的神 保禄經過兩次阻撓 他們就去了特洛 這裡就是 聖神和耶穌的神 這兩個 就是兩次受阻 耶穌的神和聖神有什麼分別呢? 他們就問了 聖術的人就用了不同的名字 我們就問有什麼原因 就用耶穌的神和聖神呢? 在詩高的《聖經》中途經書上冊那裡 注釋說 認為是同一的聖神 聖術者以這個特別的說法 就是表示天主聖三的第三位 不僅法治聖父 也法治聖子 所以就是用了耶穌的神和聖神 這裡我們就想到了 保禄他們得到這個消息 不去 不去 他們已經想去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去了特洛 這裡就是聖神的帶領 在這裡我們也想想 在《馬逗福音》第二章的第二節那裡 講到那個星 天空的星 帶領了外邦的賢士 從東方到耶路撒冷 尋求天主的聖賢 聖子耶穌基督的降生 尋求聖賢 現在保禄和釋拉他們 就從耶路撒冷 將天主的聖賢 一路帶回去西方 這個就是 整個 由東方的尋求 到現在由東方 帶聖賢去到西方 在這裡 在特洛克的時候 有一個異仗 就是馬其頓人 邀請他們去 馬其頓去 受到邀請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馬逗福音》第二章一至二節 就是賢士受到邀請 升的邀請 去了耶路撒冷 現在有一個異仗 就受到邀請 保禄把耶穌得救的喜訊 帶給西方的人 在這裡我們也看到了 保禄在第十節那裡 保禄看到這個異仗 就說 我們便推之 是天主召叫我們 這個由我們 就變成了一個 路家有份 在這裡的情況了 保禄一行人去到安息日 就在菲律伯那裡住了 我們也是我們 第十一節到十五節 都是用了我們 即是寫書的人 路家都在一起 所以見證了這件事 他們特別講到 第十三節 安息日 他們就出去城那裡 到了河邊 為什麼要提到安息日呢? 就是因為他們按著習慣 去找猶太人 大家記不記得耶穌說什麼? 我來尋找以色列迷失的羊 所以保禄和色列迷失的羊 一群人都是按照這個習慣 去找以色列的人 所以他們就去安息日 因為他們知道安息日 就是他們聚集的地方 他們就出城 到了河邊 為什麼安息日 他們不在會堂呢? 為什麼會在城門外 出城門外 又去到河邊呢? 我們知道那裡有個祈禱所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他們不去會堂 而去城門外 有不同的聖經學者 就有不同的解釋 因為菲利伯這個地方 是羅馬的殖民地 外來的敬禮 特別是細小的團體 在這些地方的建設 還未曾有這麼完善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沒有一個會堂 他們就不會在城內 而是在城內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這些小團體 但是這個普遍是不認同這個說法的 更大的可能是在河邊的時候 因為猶太人進行敬禮的時候 要取結禮 所以在這個地方 特別是女性在這裡 所以他們猜想 那裡就是一個祈禱的地方 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他們到了之後 真的看到有一些婦女集會 除了猶太婦女之外 還有一個歸依猶太教的外邦婦女 保祿他們就在這裡向他們 講話 講說是講道理 在這裡傳播福音 其中有一位叫做李迪雅的外邦女子 他是一個團體的支持者 其實看到他是賣指紅布 指紅布是一些貴的布料 所以可以推上 他們說李迪雅是很支持 這個以色列的人 歸依猶太教的外邦婦女 所以他就聽到保祿的喜訊之後 他就全家都接受了洗禮 他就接受了全家的洗禮 也邀請保祿他們一行人 去到他家裡吃飯 在這裡住 所以他就強邀我門去 這個我門那裡就留了藍色 那就是邀請他 這個李迪雅在當時的時候 他是一個有錢人 也可以看到這幫猶太的婦女 也是初期基督徒團體 在婦女是受到重視的 特別是具有社會地位 阿里迪雅就是一個具有社會地位的女士 接著他們就回到之前所說 當我們去祈禱所的時候 有一個依附占卜之神的女孩子 向我們迎面走來 她走占卜 她看到她的主人得到利潤 這個占卦的人的女孩子 就是由邪目所啟發而講寓言的 在德爾菲這個地方 德爾菲這個地方 預言邪靈是以蛇的形象展示 我們看看這幅圖 這個女孩子有一隻蛇在那裡 這個就是講占卜的神 靈魂的神就是用蛇的形象出來 女孩子也知道 保禄這些人就是天主派來工作的 所以稱它為至高者天主的博人 提醒聽眾 這個叫喊也提醒我們 在耶穌拘摩的時候 父摩者在墳墓出來 亦都說大聲叫喊 至高者天主知子耶穌 現在邪靈也知道保禄一行人 都是至高者天主的博人 所以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勞家福音》第八章二十八節 保禄就煩厭了 整天都跟著他們 所以就說 我因耶穌基督之命 保八多禄曾經也說過 因納澤人耶穌之命 在《中途大事録》第三章 亦都是在拘摩的時候 用了基督的名字來吹摩 命你從他身上出去 這個亦都是可以參考一下 《勞家福音》耶穌拘摩的時候 亦都說出了 不要作聲 從這人身上出去 保禄在阿佛所的時候 邪靈也認識他 在《中途大事録》十九章十三節 那裡又說 有幾位假借耶穌之命 驅魔的人向邪摩說 我因保禄所宣講的耶穌 命你出去 邪摩答 耶穌我認識 保禄我也認識 但是你是哪位 你們是哪位 因為他們是假借耶穌的名字 所以邪摩也認識到 他們是假借耶穌的名字 這裡也說 邪摩也認識到 天主的仆人 或者是耶穌基督 所以我們不要假借耶穌的名字 例如第十節第幾條 無呼天主聖名 已發虛誓 這個就是邪摩 因為他們假借耶穌的名字 所以就把他們擊倒了 這裡呢 但是保禄和百多禄 他們真的為天主聖言服務 所以他們就不會被邪摩 擊倒了 那位小女兒就沒有了預言的能力 那她的主人看到自己獲利的指望 即是沒有得賺 在這裡就煎露了保禄那些人 就把他們抓去街市 街市就是這裡 類似這個街市的地方 就是菲律伯的街市 就看到首領 帶他們去首領 就抓到街市那裡 為什麼呢 因為平時的民事訴訟或者索償 通常是由當地的首長 或者是市長主持裁判的 那麼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首領在 在左偷面那個圖 就是那個處理紛爭的平台 就高了一兩級 之後就在處理紛爭的平台 所以就在這裡主持裁判 同時也看到主人 是一個有社會有地位的集團人 因為他是主人 他的主人們 所以是整個集團 也是羅馬人的身份 可以支付他們 如果輸了 他們就要賠眾費 所以他們是有錢可以賠到 所以就是抓了保禄 一群人去見首領去裁判他們 官長是羅馬殖民地最高的首長 他們又帶到他們去官長面前 所以官長就是羅馬殖民地的最高首長 將保禄帶到他們之前 嘗試以民族的文化來控告他們 這些是猶太人擾亂我們的城市 就是傳播我們羅馬人所不能接受 所不能進行 就是用了民族這個傳統來控告保禄 以及適拉一群人 然後群眾就說他們是知事分子 妖言惑眾知事分子 就是我們的所謂搞屎棍 他們說他們都搞了 但我們沒有錢賺 所以就引起恐慌 這個訴訟跳起群眾的偏見 而襲擊保禄 官長為了撲滅這個初期的騷亂 就用棍或類似藤條的東西 打了保禄他們一群人 然後將他們收監 收監的嚴密程度可以比美百多禄 但是他們那群有錢的人 就帶保禄去到官長面前 說猶太人、擾亂我們的城市、羅馬人 他們不知道保禄的另一個身份 所以這個就成為了保禄他們的辯解 因為保禄是羅馬公民 現在受到鞭打 這個形是 我們下次再解釋一下 這個就是枷鎖 木鎖腳用的枷鎖 這個就是 相傳在菲利伯的監獄 保禄被困在這裡 其實在前面很近就是 那個通往羅馬大道 保禄和瑟拉門身傷人 但是這裡我們再補充一下 這裡有兩個象 這個就是 我們剛才說 保禄打爛人犯滿 有一次不只是在菲利伯 而在阿佛所 也是打爛人犯滿 所以就是在這裡 他們就是因為 那些 他們是打銀仗 就打這些偶仗出來 被人崇拜 他們打的就是 Termis 是月神 她就是 太陽神阿波羅的 孖生 妹 所以她是掌管月亮 她是月神 掌管是生育 和自然 手裂 所以那些銅象就是 這個就是生育的女神 這個就是掌管手裂的 弓箭的女神 這個就是 因為這裡 也是 保禄第二次打爛人犯滿 就是在阿佛所 我們再說回保禄他們 保禄和瑟拉滿身傷痕 但是 都徹夜祈禱 因為他們知道 為了耶穌而被棄絕 和認為他們的名字是可惡的 辭家以辱馬是有福的 《路加福音》第六章22節 在《珍福八端》也有說到 哪個為我的名字 而受到辱馬 匪胖 你們是有福的 其他的囚犯 不明所以 因為他們 被人打得皮開肉裂 都還在唱歌 祈禱讚頌天主 現在 他們這裡 都不明白 那些囚犯都不明白 所以就在這裏擱以傾聽 那 第26節 忽然地震大作 甚至監獄地基都動搖 所有的門檻握開了 眾人的鎖鑫也都解開了 這裡 我們也可以嘗試看 比較一下中途大事錄 第5章19至21節 或者12章6至11節 這個就是中途獲釋 這個就是12章 就是伯多禄獲釋的 現在 就是 保禄 就不是了 就是用地震大作 地基監獄都動搖 但是天花沒有剝落 在耶穌受難的時候 地震山開 就是唐中障患從上而下分開 所以這個我們也看到 在這裏 天主的介入 地震大作就是天主的介入 在這裏 而 就是用了自然的現象 來到 表示出天主介入 那 玉利就以為 所有囚犯都開了門 是人都走了 但是 玉境醒來 見家木全開 以為走了 那就上了出來自殺 玉境醒來 這個就 跟八德六那裏就不同了 這個玉境醒來 可能玉境真的睡了覺 這次失職 想拔劍自殺 這樣自殺 他覺得 再沒有希望 我們說 忘德的時候 一個人絕望的時候 就想自己自殺 沒有了忘德 但是 保禄就大喊 不要傷害自己 我門還都在這裏 我們試試 比較一下 要是比較 中途的獲釋 和八德六的獲釋 而他們不走 保禄和他們不走 亦都成為了 玉境 要 歸依的故事的一部份 其實 保禄 他沒有離開 但是 就放棄了 離開的機會 就在這裏傳教 那玉境就拿了燈來 顯然 因為玉境知道 門又打爛 地震了之後 門又開了 鎖鏈又開了 這個 當然是一個奇蹟 所以 子彈道 這是一個神士 表示 監禁這兩個人 這班人 就是為神所不容的 所以就發生了地震 所以他拿燈去 苦福在保禄和悉拉面前 戰律發抖 稱他們為先生 先生這個字 原文就是 Kyro 就是一個主的意思 表示他們是擁有權力的人 這是一個重數 Kyro 也是一個夫教 夫教 保禄和悉拉他們一班人做 先生 這是一個夫號 稱夫 就是玉利對保禄 傳有敬畏之心 在希臘羅馬的時期 他們對統治者 還有 是有專極的意思 統治者有神的身份 因為他們認為 統治者是軍權神授的意思 所以叫他們是有神的身份 那玉利從地震的所發現像 知道未來的救贖是重要的 所以問我當作什麼才能得救 保禄和悉拉也值這個機會 向他們宣講上主的福音 玉利帶他們出去 就洗了傷口 保禄也幫他們受洗 他的家人也領了洗 之後玉利就領了保禄和他家人 去到他家裡吃飯 因為這是一個喜宴 因為他們歸依了 慶祝歸依天主 成為真正主的信徒 所以都滿心歡喜 三十四節所說的全家 就是他們的家屬、家眷 第三十四節 到自己的家 就是他家裡 家人、房屋裡的人 其餘那些 三十二節所說的家 就是廣義的 是指家庭成員 包括了僕人 甚至乎就是 他的下屬 他的下屬、僕人 這是一個講義的 第三十一節和三十四節的家 就是較合義的 就是講家裡的人 在這裏 天亮官長就打發示威 示威就有警察的意思 因為在官長出行的時候 他們就是在維持街道的秩序 所以官長把命令交給他們 由他們告訴獄警 官長就說 只是釋放那些人 沒有講到什麼理由 那個理由就不得而知了 不同的釋經學者 他也有不同的解釋 有些人認為 掌官覺得保祿等人的罪 不是很嚴重 也因為他們受到群眾的棍打 所以可以被釋放 這裏也有認為 掌官為了面子的緣故 所以打錯人 拿回自己的面子 所以就不講理由 只是說釋放那些人算了 這樣 也說 掌官可能是把地震和坐牢上面的 那個聯想關係 因為收牢的行動 還是邀請神介入的行動 所以 你快點走 快點走 不要為了避免被神的懲罰 所以就叫他們 要走了 那獄警就把這些說話 告訴保祿 但是保祿 保祿 就不走 因為不想 涉受這個秘密釋放 因為他們公開被人打了一輪 受到公眾面前的侮辱 困獎的侮辱 也沒有受到審判 定罪 受到仗打 受監 所以要官長帶他們離開監獄 所以他就向獄警說 表明了自己是羅馬人的身份 羅馬公民的身份 應該受到法律的維護 按保祿 按羅馬 頗齊瓦法律 這個頗齊瓦法律 嚴禁鞭打羅馬公民 特別是未曾受到正式的審判 長官要為這個適當 失當的行為負責 如果他不是這樣 他就可能趁著 靜靜地放了去走 叫他們盡快地離開 盡快地離開就算了 因為怕被長官 上司知道 不單止失去上司的信任 亦都被召去問 搞什麼 你還未曾審判 還未曾定罪 你就要打羅馬的人 所以就是為了避免這些 失去自己的職位 所以就在這裏 靜靜地放了他們走 現在羅馬 正文地的長官犯了這麼嚴重的事 而保禄就要親自離開監獄 那些人就會說 保禄想拿彩 是不是想拿彩 其實就不是為了拿彩 而是說要希望將來全教的事業 能夠順利地進行 所以就是要長官來帶他們出來 當長官知道保禄的羅馬人的身份之後 避免受責 親自就向保禄陪罪 就帶他們出去 離開監獄 請求他們立刻離開菲律伯 希望在曝光之前 避免受到上司的責難 保禄和悉拉也都沒有立刻離開 而是去了里地雅的家 和弟兄交流一番 兼顧他們的信仰 然後才離開 第四十節所說的 會見了弟兄們 鼓勵一番便起程走了 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 白多禄離開了監獄之後 他也去了一個女士的家 大家記不記得他去了哪裡 若望馬爾谷媽媽的家 也宣告了向他們這些兄弟 叫他們傳播他們怎樣被釋放的奇蹟 然後才離開 而現在保禄也去到這裏 鼓勵一番才離開 好 我們就在這裡 保禄和悉拉在菲律伯 和中途在耶路撒冷傳教時 即是一個比較 中途大事律二至五章也說了 說了這個時跡 中途在耶路撒冷傳教的時跡 我們來看看 保禄和悉拉坐牢的時候祈禱 白多禄和讓望悲喪之後 信徒和中途都一起祈禱 他們在這裡一起祈禱的 大家都知道 祈禱的重要是 無論在患難的時候 然後或者或者是藉著教會的祈禱 是很重要的 他們看到信眾和中途一起祈禱的 所以這就是祈禱的重要性 是若望 這是第四章 這就不是在十二章那裡 這是在耶路撒冷的時候 那時候中途也是被抓過的 驅望治病的時候 我因耶穌基督之命 白多禄就說 因納則禱人耶穌基督之命 歸醫者的問題 就是了 先生我當什麼才可得救 在中途大事律那裡說 諸位人人弟兄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才可以呢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中途的回覆 就是說你信主耶穌霸 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 而在中途的耶路撒冷傳教的時候 他們怎麼說呢 你們應救自己 脫離者邪惡的世代 這個就是中途的回覆 歸醫者的回應 信和洗 保禄和適拉就說 獄警帶他們洗身 他和他的家人也領了洗 而保禄就和他們家人一起說 主的聖道 當夜他們就領了洗 而在中途 在耶路撒冷傳道的時候 凡接受他的話的人 都受了洗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 喜樂和吃飯 誰又領他們 到自己家裡擺了宴席 他和全家恩信了 天主都滿心歡喜 這個滿心歡喜 我們剛才也提了 是一個非常強的字 在 第二章二十六節那裡 也說了 歡樂一個字 就是同一個字 在路加福音耶穌誕生的時候 也說了聚述 也三次用了這個字 在路加福音一章十四節 四十四節和四十七節 在聖母領報那個團 剛才我們也讀了 路加福音 第一章的第十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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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要起樂歡樂 許多人也因他的誕生而起樂 這就是聖母領報的時候 天使向他們 向聖母所說的 這是向澤加利亞所說的 澤加利亞不要害怕 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蒙應允 你的妻子伊撒伯爾要給你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 起名叫約翰 你必要起樂歡樂 許多人也要因他的誕生而起樂 這就是在第四節 就是聖母王見聖父伊撒伯爾的時候 他就伊撒伯爾充滿聖神 大聲呼喊說 在女人中你是蒙足福的 你的胎兒也是蒙足福的 吳主的母親 嫁臨我這女 這是我那女得來的 看你請安的一聲音一入我耳 胎兒就在我腹中 歡喜勇躍 第四十七節 我的心神歡樂於天主 我的救主馬利亞 聖母就是唱出了聖母謝主曲 我們剛才祈禱的時候也說了 我的心神歡樂於天主 我的救主 所以這三個字 在和滿心歡喜這個字 互相呼應的 我們也看了 擺設了聖宴 這個凡信就是一切皆歸功用 他們把產業和財物變賣 按照每人所需要的分配 每天都成群結隊 前往聖殿也捱護抹餅 懷著歡樂和誠實的心一起進食 很喜歡說吃的 捱護抹餅 其實如果是送聖體員 大家都會想到 就是在初期的教會 已經是把聖體送去 不能夠參加聚會的人 所以他們就捱護抹餅 和一起歡樂盡食 這個其實在宴殖 路加福音裡面 很多時候也說出了 是耶穌和人吃飯 有些人說 路加福音就是吃飯的福音 就是因為耶穌經常和人吃飯 無論是發育菜人、罪人、碎利等等 所以每一次吃飯 他都會有一些事情教訓他們 在星期日 也說到耶穌坐首席 霸首席的位置 大家記得嗎? 大家在星期日參與彌撒 路加福音就說首席 耶穌就用了首席 坐首席 就是說我們的榮譽是別人給的 如果我們一來到 坐首席的時候 這個就成為了 被人趕下去的時候 就成為雕架了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 廣東人所說的 面就是別人給 假就是自己雕 所以我們怎樣才能配合到一個 成為一個值得別人尊敬的人呢? 這個也是我們生活上的一個反省了 在獄中被釋放的時候 就忽然地震大作 甚至監獄的地基都動搖 這個就是保禄和息拉他們所遇到的 這個就是中途所遇到的 就是上主的天使打開監獄的門 領他們出來 主的一位天使顯現 這個就是上主介入的一個 象徵 一個上主介入的一個罪術 這個就是保禄和息拉 在菲律伯坐牢 和中途門在耶路撒冷傳到 被人拘捕的時候的一個比較 我們現在看看保禄和中途獄中獲釋 這個就是第16章 這個就是上一次我們討論的 伯多禄和中途 它是比較 被拘留被拘捕的地點 就是一個匪律伯 耶路撒冷 聖殿 也就是說在這裏比較的時候 三個莫式的聖術裡面 中途的這個就是比較短的 伯多禄那個就是長的 寶禄這個就是不同的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長又沒有那麼短 中中挺挺 這個就是十三個 那麼我們保禄 我們上一次也說了 就是伯多禄莫式的時候 和出谷有微妙的關係 因為說出了時間是什麼 無酵節和如月節 這個就是暗喻出谷的意思 也說出了 吩咐門徒傳播福音 伯多禄吩咐門徒 將他的事發生的事傳揚出去 這個就是有在耶穌離開 門徒離開世界的時候 升天的時候 雖然瑪特福音沒有說到耶穌升天 但是我們都知道 他是吩咐了門徒之後 往天下去傳揚福音 恩父及子及聖人之名 及他們受洗 這個時跡 好 那我們就研究一下 在這裏被驅的地點 匪里伯 耶路撒冷的聖殿 做什麼事要被驅捕 就是驅魔 因為驅魔 就搶了人家 打爛人家的飯碗 所以就受到妒忌 所以就是被人拘捕 那就是皇帝要討好猶太人 所以就拘捕了八多六 因為中途是因為他們 治病和顯奇跡 所以就被人拘捕 因為那些中途 宗教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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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抵得他們 招攬到這麼多人跟隨他們 那這個受哪個迫害呢 就是猶太人和正義人物 因為討好猶太人 猶太人 當時是反對基督宗教的人 所以就是成為政教 都不受歡迎 那保禄就是受到外邦人 所不歡迎的 那被押的時候 就是祈禱 保禄就是祈禱和讚頌天主 在這裏八多六就是信友為祈禱 中途就沒有描述到 路家沒有描述到 中途在被拘留的時候 做了些什麼 那天主怎樣介入呢 就是以自然的現象地震 八多六就是天主的使者 中途也是天主的使者 就是天使了 被釋放之後 保禄沒有立刻走 就留在獄中 八多六就離開了監獄 中途就離開了拘留所 他們留在獄中之後 就向獄警傳播喜訊和施洗 八多六就去門徒聚會的地方 然後中途就去聖殿 去繼續他們的傳教 因為他們接受了天使的吩咐 去聖殿傳揚福音、喜訊 離開監獄之後做什麼呢 他們會見兄弟和鼓勵一番才離開 這樣把釋放的情境傳揚開去 去吩咐他們的兄弟 就是把被釋放的情境傳揚開去 然後才離開 而中途就繼續在聖殿那裡教訓百姓 這樣我們就會問了 傳揚福音是會受到迫害 不論是自己的同胞或者統治者 但是藉著祈禱的力量 天主會照顧我們 所以我們不怕艱辛 繼續為了傳揚福音而繼續努力 甚至乎受到迫害的時候 我們就要祈禱 那麼天主就會照顧我們 我們也反思一句 我們很多時候說 我們是一個受迫害的人 但是我們也問一下 迫害的有什麼呢 有外邦人 有外邦人 有猶太人 自己的猶太人 和宗教領袖 反思一下 我是不是猶太人呢 迫害百多禄的猶太人呢 那我是傳福音者 傳福音者 保禄、百多禄和宗陀 或者我們是對於兄弟壓迫的人 我們也要想一下 我們是否一個妒忌人 妒忌 因為人家做到 我們都是妒忌者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不看得別人做到 所以我們就不看得他 但是如果人家做到 做不到呢 人家做到我們就不看得他 人家做不到呢 那我們有沒有踩下去呢 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 那又如何呢 這也是值得我們反思 不單止我們是傳福音受到迫害 我們會不會成為一個壓迫者呢 我們也要祈禱反思一下 我們是一個受迫害的人 或者是一個壓迫人的人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做 在這裡多謝大家 在這裡多謝大家